好提醒观众朋友 花莲市的狂犬病疫苗实施开打了 那么市长魏佳燕在之前 是特别前往国父礼 以及国御礼办公处 来关心寻回服务办理的情况 那么身为爱狗人士的 他也借这个机会来宣导 毛小还是家中的一份子 提醒四主不仅不要任意的弃养 更要给他一张身份证明 做好宠物登记 礼办公处中不少民众 带着家中毛小孩到场排队 等待施打狂犬病疫苗 有的乖顺义味在主人身边 有的则是四处张望 开启警戒模式 经验老道的受医师 见招拆招 依序为犬猫接种疫苗 二联市狂犬病疫苗施打开炮 市长魏佳燕在日前 也特别前往国父礼 及国御礼办公处 关心寻回服务的办理情形 身为爱狗人士的他也借机宣导 毛小孩是家中的一份子 提醒四处不仅切勿任意弃养 更要给他一张身份证明 做好宠物登记 那在每一年的暑假期间 华林施工所我们这边都会办理 我们的狂犬病疫苗的注射 那还有配合我们 华林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的 一个晶片的一个注射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 所有市民朋友 一定要出来打我们 狂犬病的这个疫苗 那也希望说也顺便 也要到这边做一个 身份证的一个晶片的一个认证 那我想宠物猫跟狗 都是我们家中的一员 请一定要出来施打 以免未来可能会发生 宠物上的一些问题 受益师建议猫咪在施打疫苗时 比较容易失控抓伤人或临阵脱逃 市主可以预先帮他套上 夹用洗衣袋在房路外出容 全猫在完成注射后 也请市主在三天内 尽量不要帮他们洗澡 以避免感冒 而花莲市在各里 接续还有12场次的疫苗接种服务 欢迎市主们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网站 或脸书粉丝专业查询 记者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